云林水林鄉大溝村 是通往口湖鄉的主要道路 但因為大排潰堤 導致道路多處积水 大溝村內約有20戶民宅 都泡在水裡 居民也無奈的抱怨 已經四天都沒出門了 凱米台風都走了 云林水林鄉還是淹水 已經第四天 居民趁著好天氣 趕回家清理 但看看屋內狀況如同廢墟 家具全壞滿地淤泥 根本不知如何清洗 不只這一戶附近住戶一樣很慘 屋外淹水屋內積水滿地爛泥 加上煤店家具同樣全壞 居民喉奈 這些東西平常都怕泥 都怕泥 現在沒電嗎 雲林水林鄉大公村是通往口湖鄉的主要道路 因為颱風好雨造成道路多處积水 目前村內還有20戶民宅泡在水裡 居民之志就是後方的牛排灣大排潰堤 才會淹水 那後面這個 這個大白 你等著走 那邊去 雖然雨停了 积水慢慢退去 但道路還是因為淹水中斷 好幾輛車還泡在水裡 居民希望趕緊復電 积水快會退去 好讓他們趕緊清理家園 借國真一 雲林猜不到 謝謝大家 好